更轻松地掌握基础飞行技巧 本视频将为您介绍DJI Mini 2首次飞行的注意事项 打开DJI Mini 2外箱 依次举出产品及配件 注意,可在背包顶部拉链,取放备用奖等配件 新机电池处于休眠状态 需将电池充电约一分钟即可唤醒电池 安装电池时,打开尾部电池舱盖 向内推入电池 顶住电池卡扣外壳中央向内轻按 听到一声后便可确认电池安装牢固 电池可以通过Type-C接口或选择充电管家进行充电 另外,将电池安装在充电管家内 并使用USB线连接充电管家及移动设备 可实现充电保功能 从遥控器下方取出并安装好摇杆 拉开移动设备支架 遥控器转接线收纳于支架凹槽内 右侧带有遥控器标志的接口用于连接遥控器 左侧接口用于连接移动设备 从左端取出转接线接头 绕至防滑脚架右后方 将移动设备放置在防滑脚架上 使移动设备接口朝右 向上拉伸支架以固定移动设备 随后把转接线接头插入移动设备 连接遥控器 短按一次 再长按两秒遥控器电源开关 即可开启遥控器 随后依次展开飞机机壁 并取下云台保护罩 短按一次 再长按两秒飞行器电源开关 开启飞行器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DJI Fly App 即可下载安装 注意 包装内的飞行器和遥控器 默认已对屏 打开DJI Fly App 跟随APP页面指示 进行飞行器的激活操作 如果你已购买或打算购买DJI Care服务 需要在激活48小时内 完成购买和绑定 首次起飞 请确保在室外开过场地进行 不要在室内飞行 以免误操作 损伤飞行器或其他周围人和物品 起飞前 将遥控器档位置于NOMO档 检查讲页是否安装正确 确保电池安装牢固 云台保护罩已拆卸 请检查是否已插入SD卡 然后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注意 机尾朝向自己 打开DJI Fly App 进入 开始飞行 请在安全设置中 将返航高度设置为 高于周围最高建筑的高度 如遇到APP异常提示 建议遵循APP提示 执行对应的操作 点击APP左侧起飞按钮 长按弹窗 飞行器将自动起飞 起飞后 APP左侧图标 变为降落或返航图标 点击左侧降落按钮 长按弹窗 飞行器将自动降落 如需手动起飞 以美国手为例 请将两个摇杆 同时内巴掰杆 降业转动后 松开摇杆 然后左手向上 轻推油门杆 可实现手动起飞 遥控器左边的摇杆 用于控制飞行高度 与机头朝向 右边的摇杆 用于控制飞行器 前进、后退 以及左右飞行 当您掰杆启动电机后 若飞行器未起飞 下拉左边摇杆 飞行器的电机将会关闭 若飞行器已经起飞 下拉左边摇杆 飞行器将会降落 注意 飞行时松开摇杆 飞行器即可自动悬停 短按摇控器上急停键 飞行器会紧急刹车并悬停 飞行过程中 请把摇控器天线对着无人机 以获得最好的信号质量 在GBS卫星信号差 或在指南针受干扰情况下 若不满足视觉定位工作条件 飞行器将进入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下 飞行器无法定点悬停 及自主刹车 需要尽快降落到安全位置 点击右侧拍照功能按键 选择拍照、录像、一键短片和全景模式 右下角的相机参数菜单 用于调节相机参数 也可以通过摇控器左端的云台波轮 调节云台抚扬角度 右端拍摄按键 控制拍摄 前侧切换按键 切换拍照、录像模式 录像模式下 直接拖动DJI Fly飞行界面的变焦按钮 或双指在屏幕做放大的动作 或按住摇控器FN按键 并调节云台波轮 都可以实现数字变焦 点击右下角的回放 可以查看已拍素材并下载 飞行器默认在飞行中 后台下载照片原片 此外 还可以在DJI Fly App首页相册 查看机身素材及本地素材 在飞行过程中 可以通过摇控器中间的滑块 切换飞行模式 普通档 使用GBS模块和下视视觉系统 以实现飞行器精确悬停 稳定飞行 一键短片功能等 点击App左侧图标 查按返航按钮 或查按摇控器的返航键 飞行器将会自动返航 以下几种情况 飞机也将执行智能返航或降落 当飞机判定 当前电量只满足返回至返航点时 DJI Fly将会提示 DJI Fly将会提示是否执行返航 当飞机判定 当前电量只满足降落 将执行强制降落 用户可通过向上打油门杆 减缓降落速度 同时可以操作飞行器 进行水平方向的移动 当飞机与摇控器的摇控图传信号断开后 飞行器将默认执行智能返航 当您需要关闭飞行器和摇控器时 短按一次 再长按两秒电源开关 即可关闭电源 收纳时 整理并使用竖桨器保护桨液 避免因压迫导致桨液变形 安装有DJI Fly App的手机 移动设备未连接摇控器 就可以直接访问飞行器内的照片和视频 并且实现高达20MB每秒的下载速度 开启飞行器电源 带飞行器飞行状态指示灯 自动变为黄色快闪时 长按两秒指示灯按键 指示灯将变为蓝色闪烁 切换成功后 自动变为呼吸闪烁状态 开启移动设备的WiFi和蓝牙 打开DJI Fly App 系统将会自动弹出飞行器连接提示框 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 即可访问飞机相册 并实现稳件高速下载 请注意 首次连接移动设备和飞行器时 需要短按一次指示灯按键 进行确认 当飞行器通过遥控器 与移动设备连接 且为起飞时 开启移动设备的WiFi和蓝牙 连接移动设备和飞行器 并进入回放相册 点击右上角的手机快船图标 便可以访问飞机相册 并实现文件高速下载 进入相册 选择所需下载的视频 点击下载按钮 可以选择完整下载和分段下载 点击节选下载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进度条 来选择视频的起始位置 及终点位置 进行所需片段的下载 在哪里 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